哈喽各位好朋友们 我是疫情期间一居泰国的大脑袋 我们现在居住在泰国的口气岛 人类为了获得更高的生产力 从而使用编故事的办法来哄更多的人协同工作 编故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杀机 故事是个好东西 它会给人们带来希望 往往在更多的时候 人们最想看到的不是真理 而是希望 你无法想象清朝乾隆年间 整个岭南一带仍然流行天地会这种反清赋名组织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乾隆年间 福建海陈县天地会乌木堂堂主欢歌说起 欢歌全名孤立欢 据闻欢歌老爹本姓陈 结果醉酒打死了人 悔恨之余呢给自己根姓孤 欢歌大伯可能不熟 但他们家有一后代叫孤弘明 大家肯定都听过 在受惠欢歌 因为反清赋名处犯了大清绿山颠罪 所以跑路至仙罗一带 正好遇上了一个来自英国的弗朗西斯莱特船长 承包了一块地 正玩着模拟城市游戏呢 欢歌当即和莱特船长一拍即合 两人从中国南方招募了成千上万的人 建立了今天大家所看见的马来西亚平城 很快来自福建一带的苦力 就挤满了整个中南半岛直至马来半岛 天地会后来也变成了红帮 在这一代 红帮的势力比各地政府的军警都要强悍 从我身后这个海湾杀进去啊 里面应该就是马六甲海峡了 据文当年莱特船长曾说 中国人喜欢游戏 只要给他们充足的游戏 他们就是事件上管理成本最低的劳工 所以我们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中 飘出了秋 羊 谢 灵 陈 五大家族 让他们经营赌场 妓院和鸦片 这样就会有足够多的工人来挖矿石 种橡胶了 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小楼啊 我刚刚在上面看了一下 是一个两层小楼 上面写了三个字叫和龙发 在扁的两侧呢 各有一个小窗口 上面有这个栅栏 一看呢就是当时这个银行啊 票号 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叫和龙发 承接会月厦门银票 哎 这银票啊 就是说他在这当时啊 可以直接兑换厦门的银票 在这个墙上呢 挂了一个介绍 听说我身后这座小楼呢 得到了太皇御赐的这个最佳保护奖 去移民局多次路过普及老陈 一直想来一探究竟 今天跟老婆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翻开老陈故事会 第一篇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欢歌的故事 你们看我身后这楼啊 颜色给刷成粉色了 哎 还真好看 感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事件 你们看到处都有这样的独牙 这样的大型的壁画 色彩非常的艳丽 这里的一切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 这里就是当年闯南洋的华人矿工建立的城市 累年但有一丝不羁 成就让二人那么心肖 我边逛边为一几百科 才发现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前冬时代 还有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地方 这里就是著名的东南亚凉热文化的来源了 这里的一切 让我对当地的人文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想我后面会专门为普吉老陈做几期影片的 我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就下雨了 这地方的雨啊是说来就来 你别说啊 这一下雨啊 我发现了这条街的这条长廊啊 上面都有顶 行人走下面走的话呢 是淋不着雨的 哎 你别说这设计不错 这个热带海岛 它本身就是一个多雨的地方 因为突然下雨 我匆匆的结束了武城之旅 回家迫不及待地查阅资料 制作了今天的这一期影片 我们老家啊有条街 叫做马富街 这街口六百年前住了一户姓马明三宝的大太监 这个大太监啊 带着船队浩浩荡荡的出海远航 受到了当时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力称赞 并且还给他赐了个名字 叫郑和 相传这东南亚最早的一批华人啊 就是跟着这郑和大太监过来的 我今天做这影片一查资料 发现这郑和啊 比达加玛啊 赫伦布啊 他们要早百八十年呢 这远航 而且有意思的是 在同年的欧洲啊 正好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大流行疾病 黑死病 接着由淡丁的神曲 博家丘的时日谈 带着欧洲人质疑这个质疑那个 最终甚至开始质疑教会 质疑自己 再接着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文运动 一件件的大事呢 是接踵而来 我不免发出疑问啊 这病毒大流行 到底是给人类带来了一场浩劫 还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啊 好了 今天的普及老街 大脑袋就带你逛到这里 很多朋友问我视频制作的流程啊 我呢一般都是先写文案 写好了之后呢 再找视频 找音乐 最后呢给它剪辑凑在一起 如果好朋友们 你对我的视频剪辑有什么指导 或者有好的学习资料 都欢迎你跟我分享 从今天开始啊 大脑袋准备开启这个 探索普及人文制度 如果你有兴趣 跟我一起看看普及位 别忘了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我是大脑袋 勇敢的走一走 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